今天李正載作為嘉賓出演了由劉再希、曹氏浩共同主持的綜藝節目 由於先前已經有還沒曝光李正載和劉再希在軍隊曾是同期的事實 因此在節目上李正載也爆料了許多劉再希在軍隊裡的有趣故事 他先是透露劉再希非常有才華 不僅親自寫了活動企劃與演出劇本 還進行了慰問表演 接著李正載也透露由於當時劉再希擁有休假證 因此大家為了獲得休假都會自願出演慰問表演 於是劉再希就將應聘者排成一列舉辦了面試 讓李正載不免感嘆 他真的是一位非常厲害的掌權者 而劉再希在聽完爆料後也忍不住開玩笑的說 我當時在軍隊裡就像李秀滿會長一樣呢 我會拍攝的 另外一邊也是 我會拍攝的 我會拍攝的 我會拍攝的